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会学习输入输出流的随机访问文件类 Random Access File 其实Random Access File呢 准确的说并不是属于这种输入输出流的一部分 因为你想想看它的结尾是File 说明它是一个文件类 但是呢,虽然它是文件类 但是呢,它是封装了流的对象 而且提供了一个缓冲区 这个缓冲区是一个字符数组 同时呢,它还提供了一个指针 可以从缓冲区去读取 去指向某些特定的地方的数据来读取或者是写入 这个随机访问文件类呢 既可以读也可以写 既可以读也可以写 这个类非常特殊 也有一些非常好用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Random Access File类的API文档 Random Access File呢 也在Java.io包中 虽然说它是文件类 Random是随机 Access是访问 随机访问也就既可读也可写 而且是跟着指针走 可以随机访问到它的任意的地方 那么这个Random Access File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它的构造方法 如果我要构造一个随机访问文件类的对象 就意味着这个对象是指向一个特定的文件的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 就是C盘的A.txt 我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清空了 Hello world This is a test 好 我随便写上两行的数据保存一下 保存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试着用Random Access File的某些特殊的方法来读写了 首先可以读吧 但读的过程中 首先我们得看一下我们如何去构造 构造的话呢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File类的对象 File 第二个是Mode就是模式 这个模式是指可读可写 还是可读又可写 好 这是一种构造方法 第二种构造方法呢 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不是File类的对象了 而是Street类的对象 这个Street类跟File类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Street类的话也是文件的一个路径 好的 我们现在构造一个Random Access File类的对象 使用第二个构造方法吧 Random Random Access File R-A-F 首先 导入 这样子我写错了 Random Access File 接下来 Random Access File C盘的A.TXT 接下来第二个模式 这样子吧 可读可写 代表RW 你会发现我们在写文件 就是不是文件啊 是留的数书出的时候 或者说是文件的读写的时候 经常要Trekatch OK OK 这个就是构造方法 已经做好了 注意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如何读 读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个Random Access File呢 有很多read的方法 有读字节的 还有读这个布尔之的 还有什么呢 读这个字符 还有这个double类型的等等等等 当然我们用哪个方法呢 诶 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可以读 用它的readnone方法 因为现在我的这个文件里面 有两行数据 我不知道它有多少数据 那么我可以用readnone来做 接下来 Stream Stre 等于 Raf.readnone System.out.println 看一下有没有读取第一行 又要捕捉异常了 接下来运行看看 诶 读出来了 但是我这个文件中有两行 怎么办呢 Random Access File是有文件指针的 当你读取一行之后 它的指针呢 会移到第二行的开始位置 但是呢 你现在是没有读的 我们可以再怎么做呢 Stre 等于 Raf.readnone 也就是说我继续读取一行 好 继续读取一行看看 诶 读取出了两行 那照这么说 我是不是 再重复一次 又可以读取第三行呢 好 第三行是now 很明显我这里出现了一个重复 我完全可以做一个循环 我把这几句话改成一个循环 where Stream Stream 或者说直接在这上面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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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now 好 where Stream 等于Raf.readnone 也就是说一个负值 且不等于now的时候 System.out.println Stre 好的 接下来预行一下看看 嗯 好的 我把这两行都读出来了 如果我在文档中再去 多加几行 因为我是判定啊 他如果读到一行空的时候 他一定会返回now 所以我以不等于now 为循环判定条件 执行 好 他将这个文件中的所有的东西 都读取出来了 好 这个就是 Random Access File的readnone方法 当然了 因为我们说Random Access File这个类哈 除了封装数 输出流对象之外 他其实呢 还有一个缓冲区 就是一个字符数组 而且还有指针去指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指针 是有哪些 我们指针的方法在哪里 第一 他有个Seek方法 Seek方法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文件指针的 偏移量 我的指针指向谁 就发生下一个读取 或者是写入操作 除了Seek的话呢 我想想看 他还有什么方法呢 哦 他还有个Lens方法 这个Lens方法呢 是可以返回这个文件的长度的 好 现在呢 我可以改装一下哈 我把这几个方法去掉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文档的长度是多少 好 有个Lens方法 好 需要捕捉一场 哦 它是个Long 写错了 它返回的是一个Long 嗯 这个Lens方法返回的是一个Long 长整形 接下来呢 呃 我可以用什么来测试呢 我们用这个方法把Bite宿主 接下来呢 Bite B 等于New Bite 既然我都知道这个文档有多大的长度 我自然就可以定一个 多少的字节宿主来做 哦 它这个 哎呀 字节宿主是不能从长整形转换为这个 Int类型的 那看样子 如果我强行截断的话呢 可能还是会 会有一定的问题哈 会有一定的问题 嗯 这样子吧 我先强行 折断一下吧 强行折断 到时候肯定真实的开发过程中不能这么做哈 因为这个定义Bite宿主 它的这个长度 只能是Int类型 我们先测试一下吧 接下来 raf.readb 好 system.out.println newstreamb 看一下 哦 它也是完整的能够读出来 而且刚好读到最后一个字符 当然呢 这里肯定有些不合用的地方 比方说我把长整形转换为整形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想用别的方法来做哈 我就不一定要用这个字节宿主了 我用字节集合也行啊 好 接下来我还可以怎么做呢 raf.什么呢 seq seq10 好吧 我把这个去掉 测试一下看看吧 seq10就意味着 我将文件指针指向了第10个位置 OK 你会发现我把第一行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01234567890 也就是说它从指针从0开始 指向的第10个字符的位置就是这个D 这个D 那我从D开始往后一行一行全部都读出来 这个就是seq seq 文件指针的一个定位 我可以定位指针到任意的地点 然后再往后读取这样一个数据 OK 这个就是random access field的这样一个读 同理它有写 它的写呢 因为有很多的方法都可以实现 比方说 write byte write bytes 给的参数是一个字符串 也就是说我把字符串可以写进文件夹 写进文件不是文件夹 同理我还可以写字符 还可以写double类型的数据 float类型的数据 长整形 短整形 还有write utf等等 好 这些方法都可以写东西进去 那接下来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哈 这样子吧 我追加一个 raf 这个raf.seq raf.lens 也就是说 我这个lens呢 是获取它的这个长度 并且将文件指针定位到尾部 也就意味着我是追加了 raf.reiter byte写一个字符串 哈哈哈哈 OK 接下来执行一下 因为我没读出来 打开看看 哦 它的确是在这个文件的结尾追加了 哈哈 OK 这个就是random access file的 这样一个常规用法 同学们学会了吗 其实random access file啊 我们完全可以去拓展很多的东西 好 比方说我要写非常大的 可能数据量非常大 不再是说多少k多少k 可能还是几十兆上百兆 甚至上G的数据 好 我该怎么写 好 我该怎么写 而且速度 效率方面怎么考虑呢 那同学们下来都可以思考一下 OK 这个就是random access file类 随机访问文件类 同学们我们下次课再见